Hello大家好,知春奴 內地樓市在兩年下滑 樓價都下跌了 中國房地產開發商萬科集團 創辦人兼董事會名譽主席王錫做警告 指內地房地產行業往下調整還未完成 還得往下看驚雷滾滾 還會繼續 看來還會下跌一輪 他指出內地房地產市場賺快錢高速增長時代已結束 而香港房地產商已過賺快錢時代 今年的阿布利論壇下季高峰會 這幾天在深圳舉行 王錫在8月25晚間開幕式發表對當前房地產行業的看法 他指房地產市場賺快錢高速增長時代已結束 調整周期是不可避免的現實 顯然現在大大小小的開發商會進行新調整 洗牌叫驚雷滾滾 還是叫烏雲密布 怎樣形容都不為過 他指行業還會存在 但企業的調整會非常非常大 相信樓價都會大的調整得 王錫認為房地產作為中國的支柱產業不會改變 因為從全世界來看 無論是新加坡還是歐美 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本身亦不會改變 而行業進行調整要借鑑香港地產商的經驗 他提到 香港地產商在經歷多個高低房地產周期後 累積了寶貴經驗 特別是在資產負債管理和戰略調整方面 王錫又說 不論是香港的新鴻基瑞安還是行龍 公司的資產負債和內地地產商相比 都是非常低的 就算是和美國其他發達國家相比 公司的負債率也是比較低 並且地產開發非常慢 不會高速運轉 一步一個腳印在那裡開發 水平非常高 學還學 其實小業主不理得你這麼多 買了樓當然希望樓價升 現在買了大陸樓那些 無論是哪個城市 大家都希望樓價不要再下跌 但聽黃錫這樣說 似乎內地的樓價還會下滑 不知道會跌到幾時呢 不過跌到一定時期 大家真的可以考慮 撿一下平貨 如果真是優質的話 好 這一集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掃片你接圖二位碼 多謝大家支持